大家好,我是Dam Sir 假日大家可能會去大美督玩一下 踩一下單車,油一下水,踩一下艇仔 其實,大美督還有一條很短的12新超加樂徑的 你們去過沒呢? 跟著我們就知道怎樣去 看前,記得按綠鐘和訂閱哦 大尾督家樂徑就在旋彎淡水湖大巴的前面 短短的一公里,裡面就有齊十二生肖的指示柱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是不是很有趣呢? 家樂徑還有四個景觀非常好的觀景台 分別可以把握四個不同方向的景色 條路線很短,不過CP值很高 四個觀景台的景觀都好美 真是拍照多個走的 離開大尾督,就順路來走一走 這條路線的G-Paste檔,可以掃描這裡下載 迷大尾督的交通很方便 有多條巴士或小巴路線都會經過 主要都是由大部區開出 下車之後,走去單車徑的方向 連單車徑旁邊的行人路一直走 其實只要跟著單車徑走,就可以去到的了 但是因為部分的單車徑旁邊沒有行人路 所以就要稍微繞一繞路了 一直走出海邊 途中會經過幾間有得租艇的士多 圓大尾督路走約300米 行人路只有一條,方向就是去大坝 應該不會不會走的了 前後走約5分鐘左右,就會去到回旋處 對面的告示牌則就是大尾督加樂徑的入口 告示牌顯示了大尾督加樂徑的詳細地圖 包括12條新潮指示柱的位置 開始進入大尾督加樂徑 開始進入大尾督加樂徑 只需上20級梯級 合共行足20米 便會見到第一條12新潮柱,鼠 每條新潮柱,相距少於100米 非常容易走 原路都是一條非常寬闊的路 全條路都是一個圈 以逆時針方向走 在第一個分岔落口 便會找到第二條12新潮柱,牛 然後跟路牌指示的方向 靠右上梯級 梯級大約有100級 不算多 勝在每一級都不高 非常好走 很難的 上梯級頂 很快便會見到第三條12新潮柱,虎 然後轉右,指一條暗斜 過程赤速到每的ijn 都很充足 沒有防曬都沒問題 路線真是很短 儘管享受就可以了 平時不是走開山 也不用太擔心武力 沒有水之類 基本上,轉個彎就會見到一條新跳柱 拍一拍照,走一走,到觀景台就坐一坐 不知不覺就會走完 來到第四條十二新跳柱,套 沿平路繼續走 轉一個彎 去到第一個觀景台 這個位置可以附陷到船灣淡水湖的主壩 在主壩就走得多了 這個角度應該很多人都未看過 沿另一邊走 大家可以見到,條路是很闊的 沿路都沒有捱邊 沒有什麼險位 小朋友跑都沒有問題 問題只是在於大人有沒有力氣去追 接下來會找到第五條十二新跳柱,龍 繼續到平坦的泥土山徑 第六條十二新跳柱,就在不遠處 爬北 是蛇 十步之后 来到第七条十二新潮柱 马 走两步又见到一个大梁亭 旁边是第二个观景台 观景台主要是介绍船湾淡水湖之前的村落 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旧村的位置 其实多条旧村都已经沉在深深的湖底 是看不到的 接着会见到第八条十二新潮柱 羊 第九条十二新潮柱 大约就在五十步之后 是猴 是猴 再走一段梯級 去到另一個平台 這裡有一條舊的標高柱 和兩個觀景台 右邊的觀景台 主要是介紹旋灣淡水湖的山脈 由最左邊的純陽峰 到最右邊的白宮咀 長木椅的位置 是最佳欣賞白仙嶺的地方 白峰清晰可見 不妨在這裡多坐一會 郊遊應該不趕時間 而左邊的觀景台 主要是介紹八仙嶺的八個山峰 以及位於八仙嶺下的四條客家村 這裡其實是這條路的最高點 現在開始下山回程 圓梯級慢慢下就可以 沒有什麼技巧 也沒有什麼難度 還有三條十二生肖柱 雞、狗、豬 未見到 牠們都是相距比較遠的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密 少到十步就會見到一條 其實都幾用心 因為相片通常都比較慢 落都會比較快 上的時候 不斷拍照就會不覺得辛苦 已經見到第十條十二生肖柱 是雞 雖然說是落山 但這一段都是很平緩的 不用擔心要落很長很多的梯級 只要轉個彎 就會見到第十一條十二生肖柱 九 好 這段是最後一段向上的梯級 每一級都非常矮 就當是平路走就可以了 回程圖中 會見到最後一個觀景台 這個觀景台 是介紹鹽鹽仔 和周圍的島嶼 由右邊一路望過去左邊 可以見到八仙嶺 龍尾灘 馬士洲 鹽鹽仔等等 風景真是不錯 還可以看到日落 沿山徑繼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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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下山 慢慢地下山 一路走到落梯級底 在分叉路口 會找到最後一條新肖柱 是豬 然後靠右走 山徑是極之完整的 不用轉彎 一路直落就可以了 十二條新肖柱 都已經全部收集完畢了 四個觀景台 都已經分別去圓 路線是否太短 意猶未盡呢 畢竟這條系加樂徑 與家人同樂為重點 就是勝在路線夠短 但亦擁有360度的景觀 以家樂徑來說 算是一流的啦 其實在大美督玩了這麼多年 都是近五年才上來 就仿如發現新大陸一樣 往後每次經過這裡 都情不自禁地上來走一轉 只是走多一公里 單是去四個觀景台 看風景都值得啦 很快就回到江江上山的位置 全程連看風景 拍照 都只是用了約半個小時 一旦來到 不妨去旋彎淡水湖的主辦走一走 離開 走出去巴士總站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選擇搭小巴或巴士離開都可以 今次這麼休閒的旅程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開山山安全下山啦 喜歡我Channel的朋友記得Subscribe和Like啊 找遠山路線記得來teamhiking.com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